黑化男主的真正救赎 故事被景设在一个架空的玄幻世界 这里强者未尊天才辈出 而这个世界中有一位黑化的男主 叶莫涵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 却因为童年遭遇的创伤而性情变得冷酷无情 甚至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愤恨 众多穿越者来到这个世界 都认为这是一个治愈黑化男主的救赎文 每一位穿越者都试图成为女主 凭借自己的现代智慧和手段来温暖叶莫涵的心 让她回归善良 然而他们无一例外的惨败收场 第一位穿越者林小夕是一位医学博士 她用静医术来治疗叶莫涵的伤 甚至不惜以身犯险 却始终无法打动她冰冷的心 叶莫涵看着她的目光里充满了警惕与冷漠 最终林小夕在一次为叶莫涵挡刀的过程中 丧命于敌人的剑下 第二位穿越者杨兴然是一位心理学家 她尝试用心理治疗来打开叶莫涵的心结 耐心的倾听她的过去 给予她关怀与支持 然而叶莫涵根本不信任任何人 认为她的一切都是出于目的 最终将她逐出自己的领地 第三位穿越者张雨彤是一位温柔善良的女孩 她用自己的爱与真诚来感化叶莫涵 为她制作美味的食物照顾她的日常起居 然而叶莫涵对她的所有努力视而不见 甚至将她的好意识做负担 最终将她冷冷地拒绝在外 众多穿越者接连失败 无人能够真正走进叶莫涵的内心 这让她们开始质疑这个世界的设定 怀疑这是否真的是一个救赎文 然而她们并不知道 叶莫涵的真正救赎 其实来自于一位看似完全相反的人 反派大Vos 洛晨颖 洛晨颖是这个世界中最强大的反派 狡猾狠辣 与叶莫涵是不两立 两人经常在战场上交锋 每次都打得天昏地暗 却始终未能奋出胜负 然而正是在这无数次的交锋中 洛晨颖慢慢地看透了叶莫涵内心深处的痛苦与孤独 洛晨颖并不是一个毫无感情的恶棍 她有自己的坚持和底线 在一次生死决战中 她故意放水 让叶莫涵占了上风 叶莫涵虽然胜了 但并没有下杀手 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无法对洛晨颖痛下杀手 两人之间似乎有一种微妙的情感在滋生 这让他们都感到困惑 随着时间的推移 洛晨颖开始以各种方式靠近叶莫涵 并且处处与她作对 挑衅她的底线 但每次交手 洛晨颖都会在关键时刻手下留情 这让叶莫涵逐渐开始思考这个反派的真正用意 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 既是敌人 又像是某种特殊的朋友 最终 在一次致命的危机中 洛晨颖不惜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 救了叶莫涵一命 叶莫涵震惊不已 她从未想过这个一向与自己作对的反派 竟会为了她如此牺牲 看着奄奄一席的洛晨颖 叶莫涵的心中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痛楚 叶莫涵将洛晨颖紧拥入怀中 双目为红 声音颤抖地说道 为什么要这样做 留在我身边好不好 洛晨颖虚弱地笑了笑 眼中闪过一丝温柔 因为你值得 从来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你 只有我知道你心中的痛苦 我不想看到你被仇恨吞噬 我想让你知道你还有一个人可以依靠 叶莫涵的心在这一刻彻底被打开 她终于明白 真正能够救赎她的 不是那些试图温暖她的穿越者 而是这个始终与她作对 却在关键时刻拯救了她的反派洛晨颖 两人之间的隔阂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理解和依赖 洛晨颖在叶莫涵的悉心照料下 渐渐康复 两人不再是敌人 而是成为了彼此最亲密的伙伴 他们一起对抗外敌 共同治理这片土地 叶莫涵也在洛晨颖的陪伴下 逐渐变得温暖而有力量 最终 这个世界迎来了真正的和平与安宁 叶莫涵和洛晨颖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存在 他们的故事成为了传说 告诉人们 真正的救赎 来自于理解与包容 而不是简单的温暖与爱 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 叶莫涵和洛晨颖并肩而立 微笑着看向远方的未来 他们知道 无论面前的路有多么艰难 他们都将一起走下去 因为他们是彼此唯一的救赎